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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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禅法的特质 各位必求必求尼 各位撒咪撒咪 各位居士大家 乌尼佛 请放场 我们上一堂课 跟大家谈到这篇论文的正文 里头有提到天台中 作为影响中国 甚大甚九的第一个本土宗派 其关于佛法是实践 只有一套 也密理论为基础 当然这个是一语带过了 下面说尤其至大师等 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一语带过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对天台中 还有一个更深的信仰 当然五六年前我在南普陀的时候 讲过天台中入门 从一个历史的角度 历史中国佛教史的一个角度 来建立大家对天台中的一个历史背景的认识 那么当然你可以去听二三十堂课 不过我们现在是精简的 用一篇小文章是序文 那么来跟大家再提这样子的概念 为的是让大家对天台中能够信仰 从此依着天台中的教理 信仰天台中的教理 然后学习它 并且以它作为我们念佛的资粮 最后还是以念佛法门来完成 我们的修道 我说过了 这是我们上这堂课的目的 昨天就谈这个 接着就引入这个 这个副表一 副建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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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谈天台中的性格与价值 那么他这里提到了 天台中乃是东汉末年 传入中国以来 经过五百多年的辩证跟理 理解 像这句话他语带过 就包含很多很多的道理 中国佛教传进来的时候 是很坎坷的 就像西方 不能够相信说 这个世间怎么不会有 不会有神来创造人 那人怎么来的 西方已经一向相信神 现在跟他讲说 人不是神创造 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土里砖的 地上爬的 通通上帝照来给人吃的 他们的理念是这样 所以他们顶多只是说 为了爱 为了实践上帝的爱 所以我爱护动物 但是终究 它是被人家拿来吃的 这是它的天命 所以说爱护是一回事 吃它又是一回事 他们心安理得的去吃它 那么在佛教来讲的话 万物是万物 都是无始来的 什么夜感缘起 那么也可以 华言中讲 真如缘起 天台中呢 他根据就不讲缘起 他讲一念三千 这是十相所现 以借由缘起的方便 而怎么样呢 而在一切众生心想中 成就的 如幻不实的 连续的缘起性 的世间 所以说诸狗猫羊 不名为诸狗猫羊 是名诸狗猫羊 人亦父如是 它就是五蕴甲合 一切众生皆如是 所以无众生 无世间 也无心 可是离心 不可得世间 世间 离世间也不可得心 心与世间 非前非后 是不可思议的有 这是妙有 这是思想 要讲人怎么叫建立的 这是人的有限思想 才来建立这种观念 什么时候生 我问你 当火柴 点了一把火 一把火在那里 请问火是怎么生的 火是由火柴来生吗 那如果火柴来生 火柴在那里就生了 不是 是由火柴抹那个什么 抹那个粗粗的沙子 才生的 问题是粗粗的那个沙子 来生起这把火吗 也不是 你如果是这样 沙子放在那里也可以生 所以既不是沙子生 也不是那个火柴生 火柴不能生火 那个沙子也不能生火 可是火柴去磨那个沙子 却生出火来 那你说是火柴跟沙子的 合合而生吗 A不能生 B也不能生 A加B怎么能生呢 也不能生 所以说是无生 基本上是无生 只是缘起性的现前而已 所以 儿子是你的吗 你自己能生儿吗 不能 一个男的不能生儿 一个女的也不能生儿 你也不能生 他也不能生 两个合合 怎么能生儿呢 儿不是你生的 是缘起性 执着儿子 执着女儿 执着爹娘 很少人会执着爹娘 都执着儿女 孝子 另外定义就是孝顺儿子 他叫孝子 我们牵肠挂肚的 这牵肠挂肚儿女 哪里会牵肠挂肚爹娘 嘴巴讲 学佛恩嘴巴讲 父母恩重如三 那是讲给别人听安慰自己的良知的 女人二十岁了 急得要嫁出去 一颗心枣就飞到外头去 是不是啊 你们这些女人 那男人 男人说 别管你爹你娘 嫁给我吧 我才能给你幸福 你看看 这就是你们男人 是不是都玩这种游戏 是吧 然后就说 我们来有个爱的结晶 这是我儿 不能让儿子出家 我们这小弟说 你跟他爸讲 你不要障碍我 跟他爸说 你不要障碍我 他爸说 你这么小 你懂得什么叫出家 这是大人思维 你就是我儿子 我就应该管你的人生的 我就应该建构你的人生 那也是缘起 所以你不能生 他也不能生 你们两个合到一块 怎么能生呢 腹筋母血 这也是缘起的 如果说精子本身就有生命 那也不是 你每一次精子跑出体外 他就能生了 不是的 卵子 女人每二十八天 就跑出一粒卵子 或两粒 或三粒 然后他能生吗 不能生 所以也不是腹筋母血能生 所以两样都不能生 怎么合到一块能生呢 所以无生 那你有意见 都无生 那么这样子的观念 西洋人没有 说他们中国早先也是没有 所以说 后来中国人就用什么 用老子说虚无 那怎么会虚无呢 虚无就顽空 着顽空 那对生命来讲 着断剑 着顽空 入断剑 那就是断灭剑 那也错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假借老子的无虚 这种观念来解释佛法 错了 后来旧摩大师出 他辩证 辩驳 证明 不是这个道理 然后还要用更新的语言 来描述它 那不叫做虚无 那叫般若 那叫涅槃 所以涅槃不翻译 因为中国人没有语言好 描述涅槃是什么 所以涅槃就不能翻 表示一种极净 极灭状态 不是死亡 某某大师入涅槃了 这是共伪之词 公伪之词 涅槃不是死亡 叫做涅槃 涅槃是一种精神状态 一种不直取 彻底正德中道实相 叫涅槃 也可以经典说 正德无我 叫做小秤涅槃 大秤的大波涅槃 那么就是指的什么 指的正德实相 是这样 这叫涅槃 那你不能翻的 因为中国人没有语句 中国只有生跟死 这种观念 西洋人异负如是 西洋人 他说到他的上帝的国 那是变天使 长了翅膀 然后到天国去怎么样 赞美上帝 那他们生命的终极目标 是这样 所以他们也不害怕死亡 因为有上帝能接引 他们也不害怕 所以就形成了 对生命的一种什么 一种安抚的作用 这不是政治力量 所能够给予的 我今天早哉的时候 有跟大家提到 对不对 那就形成了一种安抚的作用 那么这样子的观念 开始运用 佛教的语句 扭转当时那种隔异佛教 什么叫隔异 用道家的思想跟语言 来揣测 什么呢 揣测佛教所描述的真理 所以运用另外一套的语言 来比对 揣测 这是隔异的 慢慢这种隔异的佛教 透过修道 以及 以及 西域来的 出家人 他透过修行跟精确的语言的描述 他能够理解 这个时候开始 在把那个语言引进中国 个别的语言给予不同的定义 那么只要运用这些不同定义的语言 就有了工具了 来重新描述佛教的理论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理解 懂吗 所以从隔异 而且更隔异之前 还有一个鬼神社教 刚开始把 你看东汉末年 永平 那个什么 永平年间 那个中国的皇帝的梦到说有金人 就把他想成那是神 精神 西方有圣人 那还对的 西方有神 那就开始转化了 然后就把他当作是拜神 这种观念 是很强大的神 再来 出家人 当时来的小秤人 也很注重修禅法 刚好跟道家修禅一样 所以就把他当作是修仙术 所以跟鬼神仙术相结合 慢慢的 经典进来了 这经典蛮深的 不只是《道德经》 一本而已 那开始 去理解他 那就开始进入隔异 隔异的还不够 慢慢的 怎么样 主要是纠摩罗斯 还有几位 像真帝三藏 这一类的人进来中国之后 开始运用中国的语言来翻译 佛教的东西 佛教的语句 而且他翻译得非常的好 而精确 而且个别创造了新的名词 来描述佛教的概念 而不是借用道教的名词 这个时候给予新的名词 新的定义 那就有新的思想 新的观念 然后来描述它 这个时候开始 中国就开始产生 在它文化当中 产生了非常多的新的名词跟文化 这就属于纯佛教的文化 就引入了 这个时候从鬼神社教到辩证到理解 总共用了五百多年 你看看 所以我们现在把佛教传入西方 也不传了一百年 将来西方 他们也要做他们的饭拜 他们是用管风琴 不是用我们的沐语 他们的维挪 可能一边要吊着吉他 一边拿着什么 拿着麦克风 那弹的是他们的饭拜 就不是 可能不是这样 可能很rock 很摇滚 说不定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总是离不开 恭敬 虔诚 内敛 所以你听听巴哈的乐曲 巴哈的乐曲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赞美上帝 但他们非常华丽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万王之王 King of King 所以说怎么样呢 所以说他必须用华丽的方式 来庄严他 可是佛法讲求是内敛 所以说佛法的饭拜是 中庸 平正 尔雅 宁 祥和 所以将来西方 他要从这种庄严向 富力堂皇 转变成为淡薄 内敛 还要一段时间 他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要发展新的乐趣 跟乐器 甚至于在禅定当中去感受 也要经过这个 所以中国是经过了这些500多年 才怎么样 组织化并且本土化 什么叫组织化 在西方 在印度 南传国家 西域 没有炉香站 也没有保顶 也没有保顶站 也没有界定真香 这是咱们中国的 可是他不离那种庄严恭敬 树木而养 引入什么残关 他不离这个 在西方的西域的大乘佛法兴盛的时候 他们也兴盛用语言来带领你进入残关 当然是这样子啊 你看我要念的 阿弥陀佛生今色 向好光明以致言 你有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可是你就唱 阿弥陀佛生今色 你那感觉怎么样 你就随那个字 一个字拉长了之后 你的精神就有机会 延续那个想象 那个观想 对不对啊 所以说 当我们要意念佛的功德的时候 我们不是这样带过去而已 我们要延长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就用唱颂 把内心的感觉延续 并且重新听进去 所以唱颂是一种修行 他不是 那仪式而已 怎么会是这个仪式而已 那什么叫仪式而已 你看男女结婚也要仪式啊 那仪式结果怎么样 你敢随便再去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吗 有那个仪式之后 你也没少一块肉啊 你的贪欲还是一样啊 男人爱女人 女人爱男人 还是一样没变啊 怎么为什么这个时候 经过那个仪式之后 你就不敢爱了呢 仪式有收射你的心 兼顾你的愿 以及跟别人产生一种约定的力量 是不是啊 那仪式算什么 仪式就是有这种心力 能够加强 这是一种心的种子 心中的种子 所以你用唱颂的 就在加强这种心中的种子嘛 现在人愚痴啊 甚至于还有出家人说 唱颂只是仪式而已 不是仪式 你看你不让人家注念 来啊 两母腦 阿弥陀 你看你怎么注念 你看你怎么注念法 你当然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很专注 可是我们注念常常都分两类 一类就是很悲哀 阿弥陀佛 搞得那个家属都哭成一团 你干什么 你都揍人家往生 你都唱了悲悲哀哀干什么呢 那另外一种 很累 阿弥陀佛 乖 阿弥陀佛 乖老牛拖车 那种样 大部分就是两类 不是这样子 你要去讲开示 讲五分钟就好 你不要讲太多 然后讲完了之后 正念提起 不是念多 而是念得有效 你的心很坚固 心愿坚固 然后坚强的怎么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又错了 不是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知道这一念心 与诸佛无二如别 这位菩萨一意乎如是 只要一念养性 那么一念即是三千 一切众生 入佛的心想中 所以 佛一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佛的本愿不可思议 只要众生信仰佛的本愿功德力 那么一念倒归信仰 那么一切业障 稀不现前 就能往生极乐 所以这就是信愿坚固 我不害怕 我不能往生 我也不担心这个人不往生 只要他信愿坚固 好 带你这念心 你要带你这念心 这念心是有理论的 然后清楚了 阿弥陀佛 又不急不许 但是念心每一句都是 心愿坚固 信愿坚固 不恐惧 也不悲哀 也不兴奋 也不妄想 一记不无记 也不颠倒 就这样念 清楚明白 清楚明白 你怎么会不往生 那助念师哥师哥往生 怎么不往生 所以要懂理论 平常要训练 不然去到那里了 听课 我这样努力的讲 你都会打瞌睡 你说在那里念 念五分钟 你不睡着才快 都硬在那里撑 在死人面前 睡倒下去不好看 硬在那里撑 常常助念是这样 当然每一次 助念完了都会怎么样 除了疲劳以外 没有发喜 甚至还觉得 怎么还顶空空 怎么还黑色色 眼睛又大 你嘴又开开 你自己没有信愿 当然会弄成这样 你业障重 周边的人业障重 也不一定看得到瑞相 是这样 最近有一个小孩子 小六 他小三的时候就得癌症 就得癌症 然后呢 都是小学 都是数学第一名 什么都第一 当小学学校小老师 结果奋斗了两年 我去给他归一丸 隔个三天 他自己说要洗澡 他本来就不讲话 洗完澡 他等着他妈妈出去了 他往生了 他往生 他妈妈一进来的时候 就闻到香味 他说什么那么香 其实已经一堆人在那住念 你看他就有那种瑞相 小孩子我跟他讲完了 只有三天他往生 讲的时候就跟他讲 他听进去 他心很直啊 那小孩子你说能修多少行 对不对 他心直啊 他相信了 他就等他妈妈离开 因为为什么 他如果他妈妈不离开 他往生不了啊 为什么他妈妈在那边哭啊 会干扰他 他等他妈妈去买个东西 二十分钟而已 他就往生 而且往生前 跟他妈妈再见 他们家人都不知道 就跟他举手 已经脑流了 哪里能够讲话 他就去 再见 摇了两次 家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等到妈妈出去外面买东西 一回来 闻到香味了 走了 你看看 就是这样的 万人修万人去 祖师讲的不骗人的呀 他清楚明白啊 所以不能往生的是大人 不是小孩子 该可怜的是你们这些大人 你要了解这样子 所以说心直嘛 那这些都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佛教他去理解 他用唱颂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对佛法的信仰 这就是他的本土化 这什么叫组织化 将佛教的思想 分全时 先后 有初阶 有中阶 有进阶 有高阶 有究竟 有方便 你讲懂的意思吗 把它这样做分别 这样叫做教理组织化 那生团也组织化 修行也组织化 也专业化 等等这一类 这些组织化 所以这样子的第一个中派 今后当然也有组织化 也有本土化的中国中派 不过以天台中为第一个 第一个开始开创 这种本土化的做法 那你说本土化会不会 这个违背了佛法的本意 怎么会呢 所谓本土化的意思是说 用中国人的语言 描述佛法的道理 描述还是佛法道理 那你说 中国佛教加入了很多 道教的内容 哪个 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道教内容 是抗魂 还是拜道 不是的嘛 那个只是主师的智慧 知道说众生有那种需要 我们佛法叫做不可思议 叫做佛法无边 你也可以消灾到佛教 没办法消灾 要消灾大家来 他就用方法帮忙消灾 这众生的需要 那佛法叫做无边 我为什么不弄出一个来 所以我们开始写灿法 我们开始有建立仪轨 来让你的心向于究竟实相 而且还能够消灾得现实利益 这样懂了吧 所以就开始有了什么水路厌口 那哪一个不是实相 可是他就能够把消灾的需要 转变成这样 可众生不懂啊 为了消灾 台湾人最喜欢这样的 叫他捐款运输 我都喊破喉咙 没几块钱进来 但是要是立牌位 比较多的也去 你还叫做灿主 一百万你也冲去 还有消灾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要做灿主 五十万一百万 反正就是有钱就丢出来 再叫他 做文教工作 或者是做教育 他不一定 为什么要喜欢呢 主师就 好你喜欢来 来拜吧 来吧 像法华三妹灿也是这样 我要去讲 讲佛法 通俗演讲 每个一两百人来听 只要说要拜灿 六七百人 马上就增加那么多 我都不用动员 我也没有人可动员 反正都不用动员 他自然就会来 他也不认得我 我也不用认得他 反正只要拜灿 他就来 有拜有保病啊 有保病啊 不用过关 保病就好 就这样 那你众生需要这样 我就有办法应付你 不是让你道教 专美于钱 这样叫做本土化 这是依着佛教的慈悲 所建立的 他可没有离佛法的内涵 你不要说换了一件衣服 你爹就不认得了 那哪里有这种事 你爹有时候要去上班 有时候要去跟朋友聊天 有时候要带家人出门 他那衣服不一样 佛陀要利益众生 有众生千百种样 你有智慧 你就要把佛陀的法 包装成不一样的外表 那本质是一样的 你怎么可以说衣服不一样 佛法本质你就否定它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中国佛教中国化了的 那印度佛教呢 那印度佛教也是佛法在 佛陀在印度 适应印度人所建立的 佛十方化网 千百亿化身 他哪有什么本来样子 只要众生需要 众生的需求需要 他就会献那个样子给你 这叫千百亿化身 你怎么可以说 他是中国佛教的 是中国化了的 不然你要哪一个化 你西藏佛教不是西藏化吗 那南传佛教不是南传化吗 一定要搭那个衣露出肩膀来 才叫做原始佛教 拿那个波这么大 然后你说我这样像是 跟佛法在一起了 那我们拿那种小波就不是 将你的心跟佛贴近了 你就会超越这些外表的差别 所以中国佛教 你可不要讲个中国佛教 好像就不是佛教 中国佛教代表 在中国文化跟了解之下 你容易懂的方式 所以文化的方式 只是一种触媒 让你理解的触媒 他并没有违背佛教的本意 你要相信那些修道人 你也可以自己去理解啊 他一样都真实的 在佛法的内涵里 这样了解吗 这样知道了 那么所以说 你一想 你知道我这里就写 最久最深远了 我就不讲圣 我讲罪 对不对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文章 我就不必要再 争得谁的同意 那我原来的想法就是这样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人在弘扬 好 下一段 我们大家一起念 所谓佛教的组织化 与本土化 乃是指 透过中国祖师的思维 理解与修正 所得 此事气最为重要 对传来的各类佛法 进行整体的拔书 组织与种词 叛色 只要是教案的坚定 从而形成一种 事能中 中国人所了解 并修持的人体佛法 思想体系 此为契机而言 此一体系 虽然对于佛法的表述 与向来印度或西域等地 所传的各个佛法 思想体有不尽相同之处 但由于仍是透过数据因缘的 古大德之实修所得 因此并不影响到 它的可信度与正确性 所谓方便有多图 归缘无二入 毕竟能强固地流传到 现在的各个宗派 大都是在教理思想上 或实修实证上 经过了时代的层层考验后 才能有今日的弘传 这也是因为能流传到 今日的宗派 几乎都是立足在 创中者对佛法的综合性理解 及实修实证的基础上所致 由于尽责 书行的职证所得 是可以一代一代重复验证的 这使得中国佛教的宗派 可以因此超越文字概念的差异 而被广泛且长久地信受着 尤其是宗派宗的成立及其性格 更是具有这样的特质 教理思想上具有其融合性 佛派亚内然上具有其实证性 且在适应众生上具有其实修性 再加上本土化后的亲和性 这使得天台中能以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之因缘 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汉传佛教的各个层面 看到了 这段话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零零星星说的一个总和 落入文字的时候 他就比较完整地说明了 首先 前半他说到了 什么叫做主族化 本土化 前面开宗民意第一段这样讲 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到底是什么呢 他就讲到 他其实是两件事情 第一 首先透过中国祖师的思维理解 思维理解 然后呢 思维之后得了理解 理解之后一理解而去实修 这样子得到一个真实契入佛法的机缘 那样子 那这是契礼的 契礼 他实修要契那个礼啊 是不是啊 实修实证 那么对于传来的各类佛法 他就进行了什么 以为了这个礼在内心里 他就能够再理解各种传来佛法的差异性 将它做爬梳 这个是深 这是浅 这是这样 然后组织化 总持他 并且叛色他 这主要是叛教的建议 什么叫叛色 叛别摄取 叛别摄取他 在深浅中的差别 互相的关系等等 从而这样子形成了一种适合中国人所了解 并且修持的整体佛法思想体系 这样适合特别适合中国人 这样就契机 问题是先契礼才契机的 能弄清楚哦 懂吗 光契机没契礼 那就违背佛法 光契礼不契机 佛法不能流传 所以要契礼又契机 那么这样子的体系 我们他建立了 我们先说他怎么正立 然后这种正立法之后 他这种体系的本质是怎么样 下面这段话就说了 他说啊 此一体系对于佛法的表述呢 我们是相 我们承认 他跟向来在印度或者西域等地 所传的各种思想体 佛法思想体系 确实会不尽相同 对不对啊 语言的描述法 对于佛法总体的判设 不一定相同 但不一定相同 可不代表的他比较差 也不一定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 但是他因为是透过两个原因 第一个 古大德 而且数据因缘的古大德 然后呢 还要实修实证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数据因缘 第二 他实修实证 他过去有因缘 是再来人呢 然后他又实修实证 重新再修一遍呢 是这样子的 那么因此 并不影响 他建立起来的 这种可信度跟正确性 各位这样了解吗 尤其是中国佛教 经过这么长久的一个什么 一个熏陶 跟辩证 所谓方便多图归原无二 因为他经过 他还能够这样强固的流传到现在 都是在教理思想上 这就是思想上 或者在实修实证上 透过一代一代的重新验证 重新实修 重新证得 这都是有层层考验 他才能流传到今天 这样了解吗 因此 这样子流传到今天的宗派 都是立宗者的综合理解 实修实证基础上所致 建立在这个基础 所以这样的中国佛教 能够超越语言文字 而能广泛的被信受 所以说我们今天体会天台中 也不群然从天台中 祖师的文字而已 是我们还要透过他的文字 超越那个文字去体验 什么 体验 他要描述内在那个东西 所以说标月子 那个指头不重要 是月亮才重要 你不要死抓了祖师的语言 然后呢 只是在那语言当中转 你要透过祖师的语言 去看到祖师所要指涉的 那个东西 我想那个更重要 这样子会了解吗 这叫做 离言宣 言权 而怎么样 而体会佛法十相依 离子得悦 这样才不会死直文字 那么本来我们就是因为 他能够实修实证的 是这样 所以说天台中的成立 他具有这个性格跟特质 也就是在教理思想上 他具有融合性 因为他总和了500多年来 大小显密 各宗各派的思想 他把它归纳成 五十八教 懂吗 归纳成五十八教 所以他具有融合性 他不舍离一派一教 他也不说哪个非佛说 他不这么讲 他说通通是佛说 可是他各有位置 他具有融合性 而且他具有实证性 他说一说 可不是说说就完了 他可以让你实修实证 其次呢 实修实证 也不是只有上上基的人才能修 他能够下下跟的人也能修 你会法娃三妹唱 你相牵笔夫笔夫都能跟着拜 是不是这样 你要不会唱 你听着唱 你也会跟着唱 对吧 所以他事修性 所以深深深海底行 高高高三鼎立 可是呢 他还能回向到一切世间众生都能修 又能够有实修性 佛法的实修实 究竟佛法的内涵 是深深高高 很深很高 可是真要修 你还能够现实可修 你看这样教法多好 是不是 那么呢 最后再加上本土化了的 的那种清和性 所以中国天台中就能流传很久 一直到现在 影响广远 那么下一段呢 就要提到整个佛法从开始到变化 到后来到中国佛教建立天台中之前的一个大体的样子 下一段文就讲到这个 来我们再念一下 就历史的因缘看 传入中国开始 一直到天台南教的成立为止 中国早期的 佛地是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不外一项三类 首先最迫切的 是在缺乏文字符号与概念基础的情况下 佛地只要如何才能正确理解佛法的正义 看待所有传的佛教 正是因为存知以概念的合格 而为内地以为中国的方术与神道 到了未尽以后 我认多的翻译与解说 已使佛教逐渐脱离了方术与神道的色彩 但在解脱概念上 则仍与老庄思想合流而形成了隔以佛教 如此虽比前代稍有进步 但仍不信隔学骚养未能种地之汉 直到南北朝罗什大师出 因其善巧的解说与契机的翻译 方才真正的建构出一套完整精确 而又独立的汉传佛教语会与概念 从而使汉传佛教得以完全脱离的阴影 走向正确而深刻的理解之路 这是早期汉传佛教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基本上已透过正确的翻译解说 已连证而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好 这就在说明天台中出现之前 中国佛教所面临的第一大问题 也就是简单来讲正确的无误的理解佛教 中国用了五百年才完成这件事 你看看 所以我们今天来理解佛教 你们能坐在那里正确听到佛法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那这五百年当中有佛之名啊 你无法正确理解佛教 大家都还在吵吵嚷嚷 还在试验 还在理解当中 这主要就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因为刚开始传进来 我们没概念没符号 对不对 中国那个时候就是独尊儒素 霸卓百家 因地理呢 事实上是信奉阴阳方素 是这样 所以董卓在西汉 在西汉第一大第一把交椅的国师 他能 他所以说这个汉朝啊 表面上用儒家干嘛 收览天下民心 建立人伦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最大 君君臣臣父父子 他最大 君为大 所以一切读书人 通通给我读书 然后读完书干什么 服务我 就是你的天职 所以固然儒家很好 也讲了人伦 可是他建构在什么 皇帝至上 天子为高 所以他是天之子啊 所以率土之兵 无非国度啊 率土之民 无非我民啊 所以他的慈悲 他的施舍照顾人民 这叫赤恩于人民 皇恩浩浩 无极的 而这还结合中国的孝顺 他还说宗教不两全 爹娘先可以放弃 要孝顺我皇上 那更是更高的价值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你仔细看我们中国的文人 就是这样子的思维 哎呀 天下 自古以来会造反的 就是读书人嘛 现在把读书人建构成这样了 你看看 中国是世界上的奇迹 能够建构什么 君主专制啊 五千年 没有人来翻他 后来是我们那个广东南辽之人 孙老先生到西洋去读书了 他才发现国家积若 原来就是不民主 不民主原来就是什么呢 那个打辱啊 做国王 哦 原来是这回事 还有民主这回事 他要建立民国 建立五族共和的民国 这就是孙老先生干的事 结果呢 孙老先生做完了之后怎么样 中国人还在怀念 所以要护辟 原老先生就出来护辟 有没有 中国人骨子里头 还是一直有那种读书人的想法 还是一直有那个君为大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什么 信仰 政府管一切 然后开始对做官 非常恭敬哦 再加上有了所谓的 这个我们说 破迁来台 这样讲比较中庸一点 破迁来台之后 产生了一些对立 然后台湾的老百姓 就非常的不敢谈政治 这一般历史上叫做白色恐怖 有人不同意这句话 没关系我没有意见 我只说拿历史名词来描述 说有这个 有这个东西 让大家不敢谈 最后不敢谈 再加上这种长期以来的 读书人的所谓思想 那这样一结合之后啊 他就变成了 把政府无限上纲了 所以说中国人在走向民主的时候 是还要一段时间 还要一段时间 这样了解吗 那没关系慢慢来 这是你们的事 我呢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绝对民主了 你有修就 有修有包比 有包比啊 那就是我 我就不跟各位再唠叨这个事了 现实世间就是这样的事 就这样的事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人哪里有什么思想 中国在佛教传进来的时候 只有两大类思想 儒家 道术 讲现实利益 一定以儒家为主要的社会主流价值 讲主流价值之外 退隐三灵自我修养 主要以道家 这两类就够了啊 就一个是现实 一个是精神成面 中国人已经自足了 这个时候佛教要传进来 你看佛教讲求出世卸托 所以他跟儒家一定有对立 所以你看看 一直以来 政府 教育系统 就对尤其是佛教 采取一种不理不看 主党的态度 我们一直到小学 你们这种年龄以前 小学读的都还读什么 读推导偶像 对不对 还在读那个 有没有 是不是啊 忘了啊 你们读日本书吗 不会吧 是读中国书 那就有读到这个 对不对 这就是 我们的教育系统 一直在教 他一直在对立的 长期以来在对立 到了明朝的时候 因为他们 王阳明思想 提倡了一种至良知 事实上就是受 受禅宗影响 所以儒家讲忠述 忠述的最后本源是什么 有良知 这良知是你的本性 他开始思维这个东西了 这显然受到佛教的思想 可他又不承认 用人家他也不承认 你要看孔老父子 从来不谈这个心性的事 他说什么 为之生焉之死 敬鬼神而怨之 他不谈生命的事情 他只谈现世的人伦道德 他强调这个 他觉得完成了这个 用礼乐色域输述 这样来调和这个世间 就够了 这是他本来的思想 所以他并没有心性思维 那是后来加进来的 佛教要传进来 你看怎么办 一方面在主流思潮 被儒家所封锁 一方面在修道思潮 只好去借用修道的这个思潮 那就是次级的非主流思潮 那就到家 所以他就挂入了神道方术 这个思想来 比较出世的修行 刚好跟到家接近 这样懂了吧 懂的意思了吧 这就是文化因缘 没有错 没有错 是这样子来的 可是后来透过了什么呢 概念上呢 慢慢的透过很好的翻译 主要是纠摩罗斯大师 这样主要经过翻译跟解说之后 开始知道原来佛教跟道述是不一样的 跟道士也不同的 跟道述也不同的 慢慢的开始了隔异佛教出现 运用道家的思维跟语句 来描述一个基本上跟道家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又有点接近 因为你用他的语句 思想概念就受他影响 所以就是隔异佛教 不完整 意思是道安大师时代还是这样 后到了前慧远大师 修摩罗斯出了 他是一个不出世的天才 是欺佛义师 千佛义师 不是欺佛 是千佛义师 千佛出世他都做翻义师 他视线适当的戒律的尾师 有了所谓的太太 可是他能吞针呢 吞下去不能化 所以他是四线 那么他深入中国的文化 深入中国的文化 最后用中国人理解的方式 来翻译经典 翻译得非常优美而精确 这个时候中国人才开始 透过他的翻译 精确的了解了佛法的意涵 佛法的意涵 那么这个就是修摩罗斯出 之后才开始理解 这样一理解 慢慢理解 慢慢理解 我正确理解 我就能够将佛法的内涵 辨证得清楚 所以第一套 中国走了四五百年 才开始完成了正确理解 跟依于理解而去修跟证 的这个工作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他完成了 这样就够了 如果讲佛法的流传 其实到这样就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可是中国还会面临第二第三个问题 那么以下就是在谈到第二第三个问题 我们念一下 然而接着而来的两个问题是 透过 在谈到今天的正确 进度之后 我们将发现这些从不同地区 不同时代传来的佛法当中 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 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不同的概念与对立思想 我们要如何从这众多概念分歧 甚至看来相互矛盾的经论当中 理出一个清晰而统一的思想 以便能总设这一切传来的佛法内容 以成为正确理解佛法之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所以实践与实证逼近才是佛法最后的目的 因此要如何依于上来所说的统一佛法思想 既建构一个技能 能符合佛法本意 又能有次第的总设一切修行内涵 而且适合中国人所理解与实践的佛法实实体系 集成了既总设把握佛法之后 自然会产生的另一个问题 以上正是南北朝时代 汉传佛教界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时代课题 总的来说 亦即如何无有对立的总实一切佛法教门 即如何圆满无缺的实践一切佛法关门 好 所以这段文其实你讲得很清楚 这就是时代当中要为后代的子孙所面对的两大问题 那我们这个时代面对什么问题 我们这时代也有时代的问题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佛教所面对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居士真正懂得修行 这最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才是依于新的时代 怎么样让佛法就知开心意 就干初心知 让他适应更新的科技时代 比如说我已经告诉诸位了不要再用录音带了 直接上网去听听经了 这就是新的时代适应 未来21世纪的一世代它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 它直接一切都是依靠网络过日子 也买书 买机票 买车票 都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段文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下回分解 好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无上试验成 至归一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法无上心 至归一法 至归一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身入精湛 身入精湛 智慧如海 至归一生 当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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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敬度 庄言佛敬度 上报誓众恩 上报誓众恩 下祭三图苦 下祭三图苦 若有精湛 西发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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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此以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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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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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